全唐诗卷404-9 浅悲怀三首 其二 圆枕 昔日戏言身后意 今朝节到眼前来 衣裳以诗行看尽 针线犹存未忍开 上想旧情连壁仆 也曾因梦送钱财 诚知此恨人人有 贫贱夫妻百事哀 往昔曾经戏言我们身后的安排 如今都按你所说的崭新在眼前 你穿过的衣裳已经快吃射完了 你的真信和我真存着不忍打开 因怀念你 我对壁仆也格外恋爱 多次梦到你 我便为你焚纸烧钱 谁不吃夫妻永绝 人人都会伤患 想起许多往事 令人极度悲伤 这三首诗是元枕为怀念去世的元配妻子伟从而作的 约坐于唐献宗元和六年 使元枕在监察玉石分物东台任上 一说坐于唐木宗长庆二年 元枕的元配妻子伟从是太子少保伟下卿的用武 与唐德宗真元十八年和官职卑微的元枕结婚 当时他二十岁 元枕二十五岁 婚后生活比较贫困 但伟从很贤惠 毫无怨言 夫妻感情很好 过了七年即元和四年 元枕任监察玉石时 伟从病死 年仅二十七岁 元枕悲痛万分 陆续写了不少《情真意切道王师》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显悲怀三首》 元枕唐代诗人自卑之河南人 早年佳贫 唐德宗真元九年举明经科 真元十九年举书叛拔翠科 曾任监察玉石 因得罪宦官及旧官僚遭到贬持 后转而依附宦官官至同中书门下屏章室 最后以暴击足以武昌军节度时认所 与白极与友善 长相畅鹤 共同倡导新岳福音动 时称元柏 后期之作 伤于福宴 故有 元清白俗之机 诚之此恨人人有 凭见夫妻百事哀